这是1967年苏联为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举行国葬的真实影像 他是全球首位在太空任务中遇难的宇航员 原本他可以选择活下来 可是他在明知可能回不来的情况下还是选择自己赴死 当时正值冷战时期 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了各方面的竞赛 太空技术也不例外 1967年4月23日 为了在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实现太空载人对接 苏联领导人伯列日涅夫决定发射联盟一号和联盟二号进行太空对接 按照计划联盟一号率先发射 由宇航员科马洛夫操作与第二天发射的联盟二号在太空实现对接 然而联盟一号进入轨道后便出现故障 首先是其中一个太阳能电池板没能打开 飞行器开始出现电力短缺 随后联盟一号导航出现问题 于是这次对接计划被迫终止 联盟二号取消发射 而宇航员科马洛夫所幸经验丰富 此前曾与康斯坦丁费奥蒂斯托夫和鲍里斯叶戈罗夫两人乘坐上升 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飞行24小时17分钟 现在凭借过硬的技术在绕地球飞行19圈后 手动控制飞船返回了大气层 然而主降落伞故障没能打开 而备用降落伞又发生缠绕 短短十来分钟后 返回舱坠毁在奥伦堡附近的田野中 巨大冲击时返回舱瞬间碎裂并燃起大火 当苏联的救援队感到时 现场只有燃烧的金属 返回舱的顶部边缘是唯一能识别的硬件 而科马洛夫只剩一块碎裂的脚后根骨残留了下来 镜头是4月26日苏联在莫斯科为科马洛夫举行国葬 他的骨灰被安葬在红场的克里姆林宫城墙墓地 据科马洛夫身边的克格伯特工回忆 在联盟一号发射前 科马洛夫便知道自己极大可能回不来 因为当时苏联技术人员在检测飞船时便发现了一系列问题 但是上报后并没有推迟发射计划 而他如果选择不去的话 那么他的好朋友有理 贾佳林作为联盟一号的备用航天员 就会使他面对这有去无回的局面 因此他选择牺牲了自己 只是因为这样的竞争导致与航员牺牲不知道值不值得